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UFO 猛撞太空站 NASA直播經見神秘觀點 好險!飛彈不射 尼爾國核設施僅30公里 專家爆中共海軍軟勒 真有能力操作航母 俄大規模部署軍炸機 美支援烏克蘭致命武器 配合中共演商網 中共環時記者因收入辭職 中共軍事專家叫囂 武統台灣最快明日 一帶一路引發民眾不滿 中共大肆在巴險遇襲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今天是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 《每日聲報》報導 近日英國網友 格雷哈姆在觀看美國太空總署直播時 竟然意外發現一個神秘發光球體高速飛離 猛撞上國際太空站 還反彈回去 他將視頻上傳到YouTube頻道後 引起網友熱議 根據視頻顯示 太空人在3月19日盛坐聯盟號執行任務 然後搬遷太空梭停靠站 幾秒鐘後 突然有一個發光球體從遠處出現 高速經過太空船 擊中鏡頭後方的國際太空站再反彈開去 半途又突然改變移動方向 往左方飄移 格雷哈姆說 看到這樣的畫面 他真的嚇了一跳 這個球體 到底是故意撞擊國際太空站 還是不小心的呢? 除了這個球體意外 他在畫面中發現有 另一個雪茄撞的飛行物快速閃過 很多網友看得非常震驚 提出了很多意見 任何不走直線的物體 絕對都是智能控制的 那個雪茄形狀的東西很可能是一個飛行物 過去幾週我至少留意到4-5個這種飛行物的視頻 這些不明飛行物甚至不再試圖躲藏 但是也有網友認為 這個可能是剛剛飄過的太空垃圾 週四 一枚從敘利亞發射的導彈 射到了以色列南部區域 飛彈就落在以色列絕密的達迪莫納 核設施附近約30公里的地方 相當驚險 這導致該地拉響空襲警暴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說 這枚從敘利亞發射的SA-5導彈 本來是要射向以色列空軍飛機 最終卻飛越了目標 落在達迪莫納地區 幸好沒有擊中反應堆 有關方面沒有發布關於人員相亡報告 以色列也對敘利亞的導彈發射器 和防空系統發動攻擊作為回應 敘利亞官方通訊社 阿拉伯敘利亞通訊社報道 敘利亞防空部隊攔截了以色列的火箭彈 並擊落了其中的大部分 據悉有四名士兵在這次襲擊中受傷 另有一些物資損失 是這事件成為以色列和敘利亞多年尼衝突中最嚴重案例之一 伊朗有可能參與其中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日前刊發一文 標題為《規模不是一切》 中共海軍是否被高估文章 對中共海軍的真正實力提出質疑 也爆出中共海軍的軟力 文章稱 早在二十四幾百十年代 很多人認為和蘇聯的戰爭似乎將是一場海軍惡夢 然而事實證明 蘇聯海軍有嚴重的問題 艦艇在機械上不可靠 甚至不安全 士氣並不是特別高 1975年試圖投奔西方的蘇聯驅逐艦就可以證明 文章質疑 目前對中共是否也犯同樣的錯誤 現在 外界認為中共擁有先進的武器 有爭奪西太平洋控制權的戰略 甚至有一艘航空母艦 但中共軍隊有沒有完全掌握操作航空母艦的能力 都有待確認 而且蘇聯和中共都沒有在惡劣的戰鬥條件 或者天氣條件下 在海上長期營運艦隊的傳統 而英美海軍在這方面有大量的經驗 分析認為 如果事實證明中共的海軍力量被誇大 那美國或者可以將資金用在研製飛機、無人機 或者網絡戰上 贏得戰爭勝利可能更容易 目前烏俄情勢仍然在惡化 據當地時間21日的報導 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航天技術公司 公布衛星圖片顯示 俄羅斯在烏克蘭邊界附近 戰鬥更龐大 專家分析認為 如此近距離部署戰機 這是俄方對烏克蘭發出很強的信號 烏克蘭東部哥羅科夫的前線士兵表示 當日早上 從俄羅斯邊界投來的炸彈 大約半小時內就有14枚 烏克蘭士兵指控俄羅斯 照三餐對邊界軍炸 對此 美國放話要支援烏克蘭致命武器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說 我們會持續提供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侵略的必要國防系統 包括致命防禦性武器 俄羅斯總統普京當日發佈國情質問 並在國會演說時警告外國勢力密挑釁 普京反控西方國家已經習慣把錯刀怪罪在俄羅斯頭上 還說以後如果是踩到俄羅斯紅線 就勢必反擊 只不過這條紅線在哪裡? 俄羅斯說這個由他們來決定的 對此外媒預測 克蘭武功未來將以更強硬 更無耐性的方式回應西方 大家還記得這個人嗎? 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期間 他對香港示威者大哭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們可以打我了 一度成為焦點 現在他的處境如何? 我們一齊來看看 傅國豪當時回大陸後受到黨媒意捧 胡錫進發微博稱 傅國豪在《環球時報》香港報導表彰會上 還獲得人民幣10萬元最高獎 消息表示 這場設計最終令香港3名反送中運動抗爭者 無辜入獄 本被判處入獄4年3個月至5年半不等 傅國豪配合中共常演一出商網並封光一時 但傅國豪的父親傅學成 4月20日在大陸 今天頭條上發布了傅國豪 從《環球時報》辭職的消息 傅學成說 連以30的傅國豪目前收入及經濟狀況 很難在北京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安身之所 連戒花甲的父母親身體狀況 也無法允許這個獨子在北京漂泊 再三權衡後 傅國豪只能離開北京和橫視 網媒《星期二》得道表示 傅國豪根本只是掛名記者 是代表法西斯政權來陷害香港人 他在《環球時報》的記者任務完成了 而他的父親的言論也說明了傅國豪是被中共用完即棄 台海局勢緊張 近日中國海軍軍事專教王雲飛揚言 武統台灣有兩個界限 一個界限最快會在明日 最晚不會超過本世紀中葉 王雲飛宣稱 兩岸統一的歷史進程是由北京來把握 台灣政府包括所謂的干涉勢力 一旦觸碰了北京的三條紅線 那明日就統一 中共對台挑釁升級 是在測試台灣和國際社會的反應 以此觀察美國 互惠台灣的決心 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認為 中共恐嚇武力犯台 已經是數十年的老把戲 威懾力大不如前 還有中國學者 催淚投書澳洲研究科物 東亞論壇指 中國不可能在短期以內武力完成兩岸統一 根據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的 2020中共年報分析結果 中共對台軍示威嚇 對台灣長期的國防制度 軍購和實質同盟上 反而起到正面效果 中共威嚇促使台灣內部 重新思考國防的重要性 檢討服役和防禦制度 美國對台軍受攻擊性武器 也更加理所當然 人泰地區又以美日同盟為首 歐洲強國紛紛加入形成演習大串連 而獲得國際支持的台灣 面對中共侵擾、慵容不迫 北京軍事威嚇的初衷恐適得其反 巴基斯坦當地時間週三晚10點半 位於西南部比魯茲省首府歸達的 一家酒店停車場 發生了汽車炸彈爆炸事件 消息透露 中共駐巴基斯坦大使 農業就在這間酒店下塔 但事發時 因為外出參加活動 被開了爆炸 巴基斯坦內政部長 艾哈埋德 告訴當地電視頻道 ARY News 爆炸事件發生在當地的蔡雷納酒店 意外事件造成4人死亡 12人受傷 中共大使農業 和中共駐卡拉奇總領事李璧健 周三剛好在首府歸達 進行正式訪問 當晚10點半左右 一輛裝滿炸藥的轎車 進入中方代表團入住的酒店 在停車場爆炸 外界分析 北京有意增加 中共在巴基斯坦的商業和一帶一路活動 歸達是港口城市 瓜達爾的所在地 是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巴經濟酒廊的樞紐 中共一帶一路的重要地點 當地民眾認為 新工作多半被外來人搶走 他們幾乎沒有得到好處 非法的激進組織 巴基斯坦塔利班聲稱 對這起爆炸事件負責 美國之音報導說 據信當地反政府組織 試圖攻擊中共代表團 來表達對北京投資項目的不滿